这是菲波纳切的一张照片 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数学家 中世纪意大利的一个数学家 而他最为出名的就是菲波纳切数列 他并不是菲波纳切数列的发现者 菲波纳切数列实际上是在几个世纪前在印度发现的 但是他使该数列得到了推广 特别是在西方 而菲波纳切数列其实非常简单 开始的两个数定义为0和1 而其后的每一个数都是之前两个数的和 那么我在这里构建的实际上就是一个菲波纳切数列 那么数列里接下来的数就是0加1也就是1 然后下一个数是1加1也就是2 那么下一个数是1加2等于3 2加3就是5 3加5就是8 5加8就是13 8加13就是21 12加21是34 菲波纳切数列一旦你了解了一些数论理论 就会觉得它很特殊 关于它有非常多令人着迷的事情 当你通过菲波纳切数列增加越来越多的数时 然后取你得到的最后两个数 你会看到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最后两项你可以一直继续下去得到任意多的菲波纳切数字 假设我们取这里的最后两个数 21和34我们取这两个数的比值 21比上34 这会非常接近于黄金分割 我鼓励你们在基维百科和英特网 查一下黄金分割 你会发现关于黄金分割的各种各样的迷人而神秘的事情 关于菲波纳切数字或者说菲切纳波数列 很酷的事情是它给出了你关于黄金分割的一个近似 我们甚至可以得到一个更好的近似 如果你在这个数列里再加近一个数的话 那么这里的下一项是21加34也就是55 那么34比55的比值更接近于黄金分割 那么如果你想计算对黄金分割的一个非常好的近似 一种方法就是你可以求出非常多的菲波纳切数字 就是通过把前两个数相加得到下一个数 然后我们取最后两项的比值 就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好的近似 这就是关于菲波纳切数字的一些东西 现在我想向你们提出一个挑战 我想让你们写出 因为我们已经用阶层做了一些例子了 我想让你们写一个函数的实例 这个函数可以生成菲波纳切数列的DN项 那么这个函数就是这样的 这就是菲波纳切序列 如果我调用你的函数 我给你们一些例子 如果我使用了你的函数 我调用了菲波纳切 你实际上可以在任何语言下完成这个函数 但我们一直都在和python打交道 而且似乎用python做 比较简单 如果我调用fibonetri1 我想让这个数是数列里的第一个数 而为了说清楚一点 特别是在计算机科学里 因为它关于第一项是什么 总是那么清晰 而我这就会说明白这一点 这一项并不是这里的这个数 而是这个数 我把这个称为第零项 那就是第零项 而这是第一项 这就是第二项 这是第三项 第四项 如此这般 那么fibonetri1 这第一项 这里的第一个数 它就会 它应该返回1 那么fibonetri0 就该返回0 fibonetri3 应该返回0 1 2 3 它应该返回2 fibonetri5 应该返回0 1 2 3 4 5 它应该返回5 我想要你们做的就是写一个函数 我们可以让函数的参数是任意数n 然后函数返回飞波那些数列里相对应的dn项